三年前,沉溺在颓废生活中的富二代黄海斌,认识了一个特别的女孩。 女孩提出,让黄海斌通过自己的努力,挣到一千万之后再来找她。 三年后的今天,黄海斌带着一千万来到现场,要向心爱的女孩兑现三年前的承诺。 那么,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在三年前提出这个特别的要求? 在黄海斌实现了一千万的承诺之后,这个女孩会来到现场接受她的告白吗? 你与所谓的一些富二代的区别之处就在于,虽然我们说你没有白手起家,你依然是借助了自己家族的力量。 但是从你刚才的语言当中,我们可以听出来你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反省的。 而且,虽然你这一千万来得比较轻松,也不是自己的本钱,但是你是付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自己的一些商业眼光的。 今天你爸妈也来了。 嗯,来了。 来,我们来跟你爸妈聊聊。 问一下黄爸爸,您对这个儿子满意吗? 满意,非常满意。 他很孝顺,他很乖的。 妈妈贵姓,妈妈姓姜。 姜妈妈,你好。 主持人,你好。 把你们家别墅拿出去抵押这事你不知道吧? 刚开始不知道。 如果他这次生意做赔了,你还会来吗? 那也没办法嘛,我只有一个儿子,也有为他支持嘛。 您对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啊? 儿媳妇我也有见过一次,也长得蛮乖,也蛮漂亮。 我一家人很喜欢我。 你已经认可了是吧? 我认可了。 谢谢你们。 在第二现场为孩子鼓劲。 谢谢你们。 为儿子加油。 好善良的父母啊。 一点看不出家里很有钱。 你看穿着各个方面都挺朴素的嘛。 不像这哥们还来一条爱马仕啊。 要学学父母,要低调。 祝你今天求婚成功。 谢谢。 谢谢杜老师。 来,请站到。 把钱拿着,我没动啊。 определен的头颅。 对, чтоб的看他有差。 对,好。 对,谢谢。 对,谢谢。